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12日 今天是今天第三场 我点凭情 这个中间到这个医院里去检查身体 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 比较保守啊 又腿疼啊 要做B超 排队排了一个多月 效率比较低啊 这个效率低就是因为什么呢 检查你的医生啊 一般都是男的给男的检查 女的给女的检查 一般检查腿做B超 然后 换了男的给你检查吧 还要进去换一个 只做的衣服穿上去 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 有一些规定就是 这个 非常有意思啊 浪费很多时间 言归正传 我们来看看这个 今天海外媒体 关于这个世界新闻 关于这个上一场我曾经提到了啊 就人民日报的小编们 对于这个习近平非常不满 因为那个地方 大部分是李宝善的 弟弟啊 李宝善过去是另一句话 老曹的怪员啊 共青团派 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哪里去了 说不定已经给他抓了 没公布而已 内斗非常激烈啊 也就人民日报这些人 对习近平有意见 所以给他搞出事来了啊 用南宋王国恨斯 宣传杭州亚运 官民脸丢大了 这确实是这样啊 非常明显 说杭州亚运会 9月23号登场 目前正在进行 圣火传递 中国官方媒体也纷纷展开 各种宣传活动 人民日报微博 他是11号发了一个一篇文章 题目叫跟着课文看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四皇 是吧 一起感受杭州自美的宣传影音 呃 但却引用南宋寺的 林顺的 林南提连的这个诗句 啊 这些都是 宋先生和课文都有啊 引起中国网友们的批评 讨访 因这首诗表面是重量杭州自美 实际上是批判 当权者 其实这统治者啊 朝代都要灭亡 还在苟且同胜 各我生平 是吧 这面对这个批评的声浪 人民日报很快就删除了 这个一名 几位 又好查了 起屏下令 坐下 谁在立宝干事 随和李宝山关心好 到了半天以前 小编说 没有啊 我就觉得这首诗是表扬这个 杭州 讲杭州美啊 港门报道 人民日报发布 宣传视频长达1分33秒 制定中收录多篇出现在中国中小学生课本上 杭州书写杭州的诗和文章 包括什么呢 前唐湖春行 还有这个尹湖上出勤后语等 该部微博最后还提到了期待杭州这个亚运会 TD&D出现在视频中段 就在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 播放一半的时候出现 戴外青山楼尾楼啊 楼外楼 西湖各无其事羞 暖风熏得游人醉 之宝 杭州比变州 那可不是嘛 朝本呢 就是欣赏 你就得瑟吧 啊 马上苏华民国就回来了 你这个政策要垮掉了 你还在插往帮你跳 可不是嘛 现在就是这样对不对 还在整天忙活 忙活什么 你看日本今天 日本派宪职武官驻北京啊 驻台湾 不是北京驻台湾 北京火大了 你看 日本先给你搞出这个名堂了 更不用讲美国 所以现在啊 麻烦 很麻烦行事啊 你看这篇文章讲 有意思 四人铃声 他怎么描述 描述南宋时期虚假的繁荣 太平景象 这一股讽见呢 在外有金人入群的国狠家仇 但是冷然在止醉尽敏啊 习近平冷然在忽悠的 到处去撒钱 忙活着 是吧 正事不干 表达对统治者苟且偷生 整日最豪罪以歌舞生平 醉醉弄死生活的不满和谴责当中啊 这颗为历史些眼下生活场景啊 诗中有暖风一语丧观 不单指自然界的存分 更指社会上的这个 阴迷之分 好 你想想这个 现在村木国不就是这样吗 人家就是核潜艇到你家门口了 260个核弹给你准备上了 是不是啊 你还在这忽悠 你真要给你开打十分钟以后 你就没了 你还讲什么 是不是啊 等到你发射什么核弹发射出去 就算你核弹还存在 一千个目标没摧毁 你反攻人家还得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何况火箭剑已经全球覆没了 不然 仗没打 就是李尚富又找不着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工房部长 微信河找不到 就 李尚富找不到 最近 张伟霞好像又一次要出事 最近姚城爆料 谁是真的还是假 反正是肯定上层不稳的 你看那美国哪有点事 可是人民日报 这则影音随即引来 过的大批网民的 这个 讨伐了 啊 有这样的事 何事吗 是阴阳怪气的还是认真的 阻止该死背景的中文 有军人的 这个宣传不妥 讲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在做宣传工作 那就说 意识形成领域表面看 是西家军站了上后 实际上大量度是反习的 因为什么 北来军应该反他做的不对 他把国家往前走搞改革开放 像人家胡问那个年代 人家又这事 你看他现在写一篇搞这道东西 稍微有点辨别 能力的人都认为他不妥 对不对 都认为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非常负面 但有网友 说呢 不必什么事都上课上线 小学生课别的事 为什么不能引用呢 你看双方还打起来了 说中国多家冠名 原文转化这次的影音 但遭到 网友批评以后 这个影音已经删除了 估计人民要开会了 开大会 又出大事了 就坐在底下 开始了 有的人 这个阳奉阴违 背后使话 怎么样怎么样 人家小编有话在那等的 我这个就是我的认识水平不高 我认为这很好 这表现这个杭州的漂亮 是不是 这都是古代的时局 和现在有啥关系 对贸易带不上 这个西平干生气 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竟然现在胆大了 胆胖了 现在已经开始派现任的武官 住在台湾 北京 够火的 这是发光条消息 这是刚刚看到的 日本已经任命了一位在此的政府官员 班人事实上的住台湾武官 思绪可能会触弄中国 日本在台湾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代表机构 但是通过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处理算命关系 和美国一样 该协会的主要成员是调任的 调任的外务省和贸易部的官员 这篇文章介绍 此前说日本防律武官的桥策 其之一指 其之一指是由一名退休的 日本自卫队的军官大人 如果你用一个退休的 就没话可说 这不行 这现真的你看有意思 以避免和生活对抗 以前是这样 路透社今天引述四名消息人士画家 日本国防部 开出一名现任的官员 就加强信息收集 并与台湾军方沟通了 那你说日本也不怕 日本一看 你打不了菲律宾 你更不敢动哥们 说大小国日本 日本也厉害 是吧 例如日本有准糖果 出云号 日本那武器非常先进 了不得了 而且历史上 日本和中午国是有矛盾的 大家都知道了 路透社想由于问题敏感性 消息人士要求匿名 匿名了解这些任命的人士人说 这也是日本对台湾加大支持的象征 像日本现在肯定在保卫台湾 和美国一样 既然美国喝的有安保条约 他不怕了 有底座了 台湾一直要求一名 谢意播放官员 来填补这一支消息人士说 去年日本媒体报道计划以后 这一举措被叫停了 当时可能是中共抗议的吧 突显了东京对北京的反应有紧张 但日本防卫生表示 日本推各与台湾非政府关系 日本维持 维持和台湾的非政府关系 这种关系 规范在2002年联合声明的范围里 该声明讲中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就北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当被问及新人武官司 台湾外交部拒绝制品 但表示将继续深化和日本 之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那就说明日本 现在已是弃共鱼而去了 倒向了美国 决定要保护台湾 北京在距离日本领土 仅62英里的岛屿 作为扩大军事存在了 令东京感到不安 日本担心卷入任何冲突 这些冲突也可能威胁到 向日本供应 大部分石油附近的海上航线 周一台湾表示 由山东号航母舰率领了中国海经编队 在前往西太平洋途中 经过了距离台湾海峡 六十海里的地方 你看今天美国阵营有报导 法国网也报导了 还有万维网也报导了 法国网这篇万维网这篇文章够分了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中国海军突发重忙的消息 等一会儿给您介绍 现在看到这 回到这篇文章 然而北京可能将任何关系升级 为社会对中国的内政挑衅了 说去年8月份 中国以军事演习回应 当时佩洛西访问台湾 其中包括在日本 岛屿附近 海域进行导弹 射击演习 四十年以后呢 走向二天文修 通过了十二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备建设 就是这个 习近平这个多多逼人的外交政策 啊 把这个日本这个军国主义 划行了 你看日本现在开始躁动不安了 国防开支在五年内 发了一番 用于支付远程打击的导弹 先进战斗机的开发 以及弹药库存的费用 以及在维持继续冲突中的 所需的备件 就维持持继续冲突中的备件 准备了 路透社是这样报道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访问过台湾 估计未来快了 说但近几个月 几名议员前往台湾 扩大了非官方流范围 显示对日本台湾的支持 和日本和美国一样 他看了美国 美国也是议员不停的去 现任官员比较谨慎 他说访台议员 外交包括首相 执政党 自民党副总裁 麻生太郎 上月访问 当时他见了蔡英文 麻生太郎在当地一个论坛上说 日本需要 表现处理台湾战斗的决心 你看已经不是模糊了 和美国一样 老拜登也讲了yes 要保护是吧 北京批评说 这言论损害了中美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现在整个世界格局 已经变化了 今天很大的新闻就是金三胖来到了海三围了 刚才看到凤凰网抢线发布的 还有小视频 还有照片 给大家看一看 自然资源部部长 派他亲自在海滨边疆去迎接金正恩 你看金正胖走下这个火车是这个比较强 你看 就是他的本事摇摇晃晃的 大呼天天 你看和美国战斗 没门 我跟你讲 习近平联络金三胖 然后联络俄罗斯 就三个国家 你就能打败 这个美国位首其他国际国 那不全是皮肤海树 是吧 鸡蛋碰石头 就说 鸡蛋凭铁板 是不是 就非常有意思 你会看到这个 世界上最精彩的一幕 即将拉开这个大戏 我们来看中国在呼吁些什么东西 有史以来 中国海军重磅的大消息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开展了 展开了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 航母演习 你就你这几艘航母 还是争取动力的 你和美国能比拼呢 整天啥瞎吹 但是他不耽误他量全头 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讲 两名亚洲安全官员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艘航空母舰 山洞号 这个山洞号的确还可以 就辽宁号就是一个训绵舰 只有山洞号可以 图纸也是仿造于俄罗斯的 这是周二在台湾 菲律宾和美国太平洋 领土关岛之境的水域 与其他20多艘中国军舰何为了 为何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研究师 苏子云 苏子云尽量出了评论 很好 只是趋近未知 我们看到与中国航母一起训练 舰队数量最多的一次 他们表达对周边地区正在进行各种局势演习的不满 这篇文章介绍 台湾的防务部统做了统计 邓大爷已经台湾都在看 截止周二凌晨24小时 有20艘解放军舰出现在台湾岛的周围海域 台湾防务省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在这之前呢 台湾防务省防务 在周一宣布 山东号驶过分离台湾和菲律宾的巴塞海峡 进入了太平洋了 日本军方也报称 8艘中国海军舰艇通过冲绳以南的东国海峡 进入了太平洋 这些造成关联这个现象都预示了一场合战 有可能来临 一名东亚国家安全官员说 日本发现的六艘导弹驱逐舰 湖北舰 更朝着表明将与山东号向域的方向前进 另一个亚洲军事官员表示 在台湾附近活动的解放军舰艇 也跟着这些舰艇 说是21年以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的两艘航航航 辽宁号山东号 已经在西太平洋执行几次训练用 但只有少量的舰艇 据一些比较了解内行的人讲 就辽宁号打不了仗 它是训练用的 这个是模仿俄罗斯的 所以它的图纸据说很值钱 当年买的时候就买了图纸 据说图纸装了三大卡车 然后回来以后手忙搅乱 组织一旺部门就开始仿造 它仿造出一个山东界 这个东西挺厉害的 但是这都属于这么讲 还是山寨版 首先正在想办法研发 怎么能够就散影变成核动力 是吧 而且还有舰载机 那些设备 我讲得太明白 这个里面请教请教姚诚先生 我经常看那个居士节目的讲这东西 是吧 就蝉垂系统 是吧 我认为这个早上了 总共这个业和美国打仗 不是一个档次 完全叫什么差呢 叫代差 是吧 这一代一代 但是习近平一定要把这事 忽悠动静大点 美国吓回去了 你看老拜登前几天 你不是真正把他吓回去了 我们不是要和你打仗 我们有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想什么呢 保持竞争这种状态 这老拜登玩的确实好 厉害 这篇文章讲 他说在北京取得 采取这个行动之前 美国领导的一系列军事演习 在中国周边的四个地带举办 涉及到20多个国家 这个打仗之间确实要演习 你不磨练不行啊 不磨合不行 说8月下旬 美国和日本 澳大利亚 菲律宾南中国海 举行海军演习 随后 与一艘菲律宾 军舰进行双变航行 双变航行 并在泰国 有争议水域 对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 在9月的第一周 美韩加 就加拿大这次很奋奋 上一次和习近平两个见面 和习近平和特党好得去 特党回来以后 马上变得硬起来了 去想 他娘呢 我跟你讲讲 我们加拿大这个规矩 是有什么事不能瞒 媒体要报道 想跟你谈一谈 这就不好说了 你啥意思啊 你不给我们加拿大人民公司大回事 是吧 咱们就认为我们没有核弹的 特党回来以后 马上态度被强硬 变强硬了 是吧 咱们虽然军事实际 也不敢不上去中共 但是咱们有一个好处 咱们有老大哥 就是跟美国一起 到台湾海峡走一圈 气息这个西里面 就加拿大这个地方 我现在越来越了解加拿大 你可以看他没有核弹 军事设施不行 但是资源超丰富 这里我跟你讲 这是绝对富有 比如粮食 粮食保证不能短缺 你到那个超市去看个吧 那个面包 什么面包都有啊 便宜的很 资源很丰富 想得到 另外最大加拿大的民主法治 这个是全世界乌有人比 你看哪有 很少有枪制犯罪 这个犯罪行为是吧 你即使有枪制 还得拆解 放在家里放 你考上枪证没有用 为什么 你老婆还得给你写个证明 你那个什么 他都给做保证 给写个保证数 是吧 你别到时候 这个家人闹矛盾了 你抑制不住 你开枪咋办 所以那个枪制控制非常严 那个枪都拆开着 那枪不就是个个零件吗 是不是 你要五四手机的手枪拿来 哥们一会儿就给你拆着利别塑色 拆着给你装上 为什么 文化大革命也不就是那些东西吗 我爸爸那时候 当保卫科长的时候 我都有佩戴就是这个小破枪 是吧 但现在的枪都比那时候先进多了 我不会搞 但是有的朋友 领悟到他家去看他藏那些枪 他给我穷险的 我的少年时代就 在文革的期间不都玩这些东西吗 是吧 整个社会都乱了 子弹壳 捡一大堆子弹壳 那时候 现在想想 中国现在动不能鼓动打仗 打仗有啥意思 打仗什么都没有了 还惊奇 饭都没得吃 整天就想打仗 就金三胖 来到了俄罗斯 就算他们三个人战成一排 你说他们能打败美国 我觉得根本都不是一个党次的真的 你就看他们有几步走 你看人家老外的那个走路 那么大年龄了 那就是这个走的时候非常溜倒 是吧 你别看讲话有的时候 稍微走板 人家动作小体型 你一看就他们这个 习近平接散发的体型 你就是能够打仗到战场上 偏偏的是不是 所以这个你从将领啊 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肚子 你就看着这个 他这个社会国家腐败到什么程度 还整天给人要亮拳头 你要如果现在是韩正要是一把手 那说不定 你看韩正小体格是吧 那身体一看够猛 上战场说不定行 你说你就你这个这个体格 这些正常的工作的力不从心是吧 你说你想战场一打起来 你随行指挥 你一跑跑不动了是吧 赵卫霞也跑不动了是吧 何卫东 何卫东跑出何卫东有经验吗 是吧 他卫东他是毛泽东吗 他不是毛泽东 他不负的卫习是吧 所以这个我这个中共的军队啊 现在 可以美国比辟呢 包括军事演习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你是演习 你经历过多少战争啊 是吧 所以我很我很看 所以这篇文章讲他说 上周美国海军和包括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盟国的中中 在中中国展开行动 随后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 他为什么两个人连成一排走 这个意思不是你家的后院 咱哥们两个人留着留着 老大哥您的小兄弟是吧 加拿大这个小子最好 就在美国后边混混着 对不对 你不需要拥有核弹 也不需要更多人当兵 就把经济好发展好 问题是经济上也不是太好 我看到昨天有一篇文章讲说 加拿大楼市要蹦爬大 要降多少多少 跌多少多少 你才不要相信 加拿大是个移民的国家 你想呼呼进移民 你不管是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 还是政治庇护 你将来总有一天要买房 是不是 刚来是租房 发展好多的买房 就只刚去 您就放心 再跌 跌不到哪里去 能稍微降一降 尤其低点好的 不会跌的像他讲这样 他为什么这样 估计都是地产经纪们找人写的 是吧 有些人反正是通过这个方式 在促销是吧 或者是什么 做别的生意的是吧 因为这里agent的很多 这个agent 都需要有牌 每人都立即的角度里 找一些文人 给俩稿费写这些东西 我一看那是大忽悠 是吧 你放心吧 什么都不如房产值钱 到任何时候我都跟你讲 那才是真正的财富 那些纸 什么这个基金 那个什么股票 什么那些东西 什么比特币 这种都是去的 只有这东西 你不管怎么的 早晚又讨小房 是吧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给朋友住也是真情 所以这个很重要 地产确实重要 而且验地铁两线的 沿线的 现在战争爆发的话 他跑到地铁里边去躲避 你看俄乌战争就可以看出吧 非常值钱 不管是condo partment 还是house 还是半个都行 是吧 我经常去看房子 这种房子都看过 靠屋边去看看 漂亮的很 你看看那些 小情景 尤其像我后面的油画一样 你看多漂亮 开窗户去看自己的蓝天白云 那心情是吧 只有这个国家 我跟你讲是大后方 你香港也不安全 你亚洲也不安全 美国也不安全 只有我们加拿大 五大户 有水才有菜 就这样养这个城市 摇篮 生活幸福得很 真的每天 有工作就行了 你要在超市打工 一个月两三千文字不挺好吗 很好 发布完 买个二手车 多好 知足者常乐 要保护保持美好的生活 就是要避站 因为现在世界上诞生了这么几个 三个 三个委员 普京 普京已经断了一条腿了 乌克兰 习近平 还有习近平陷入内斗当中 还有金三胖 那说心里话 你以后就可以看到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他怎么讲好 要是中美直接翻脸了以后 他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最后搞不好他就会像川普讲的 一头拱进美国的怀抱 你只要保住我的位置 平常就听你的了 对不对 回到这个演习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讲的 说中国国防部和解放军都没有宣布此次航空 中间演习 航母演习 为什么呢 力气不足 那么关于这个国际局势还有好多新闻 等到下一场 再和大家一起谈一谈 本人家现在中午吃点东西 中午早餐都没吃东西了 只喝点水 是吧 这怎么能行 好 谢谢再见